成龙大哥15年后重启重磅IP 尖锋时刻四预计2024年上映 期待 12月的电影市场相当低迷 能撑起票房的并不多 随着全国院线的放开 阿凡达 谁知道将其他电影远远甩在身后 从点应及预售总票房超过1.59亿 后续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冲着第一部阿凡达的大爆 很多电影迷都会冲去买票 自2009年上映至今阿凡达已突破17.15亿 时隔13年重启 IP 依旧势不可挡 很有可能刷新记录 面对阿凡达 谁知道的引入 成龙与吴京合作的龙马精神暂避锋芒 修改原本12月31日上映的档期 选择择日再映 成龙今年68岁 当打之年已不多 可爱电影的赤子之心却从没冷却过 成龙重启这一大IP 除了情怀外 还希望靠尖峰时刻四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要知道 尖峰时刻前三部共售出59亿元票房 前两部的票房更是进入年度北美票房前十 让成龙一跃成为真正的好莱坞明星就是尖峰时刻三部曲 他能否靠曾经的辉煌再刷一波情怀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